香港金融福建人士近日连续发声反对暴力 呼吁恢复秩序 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们希望香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能够持续在法治和一国两制的原则下 继续的安宁和平繁荣下去 我们坚决拥护一国两制跟资本法 现在我们跟将来都会致力为维护香港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支持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 当然安宁也非常坚持和反对一切暴力的行为 这个违法的行为 作为一个捐业机构 我们也跟我们的员工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员工必须捐集守法 对违法的行为我们绝不顾世 法治 安定 以及优质的专业服务 对保持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是非常重要的 对香港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真的要恢复香港的安定一个社会 安全的一个社会 汇丰银行 扎打银行 东亚银行 22号也在香港各大报纸发表声明 表达反对暴力 守护法治 恢复秩序的企业呼声 根本不是不我们人了吗 平板 已经ain